原来在内地拍短剧是很好玩的 2014年港者亚军黄卓奇 自2021年与TVB缘约之后 就回到广州发展 一前他拍片 分享最近黑串拍线内地短剧的经历 还大谈拍TVB剧集 与内地短剧的分别 今次黄卓奇黑串的短剧 是前无线艺人何君诚有份投资的 也是他第一次拍短剧 他还自爆收入 说不及TVB 大家经常说TVB的收入不高 在香港来说是不高 但跟内地短剧比其实是OK的 因为这里的成本是几百元一集 几百到几千你很红的短剧演员 都是几千元一集 除非你是一线 可能他有一两万一集 TVB也有一千几千一集 这里还低 不过黄卓奇又说 内地短剧成本低制作快 收益高 拍摄的过程也更轻松 说错对白都可以靠后期剪接 甚至只需要六天就拍完一套 广播剧是要拍一套戏至少三个月 其实不止广播剧 我相信很多内地剧都是拍三个月到半年 但他们是可以六天拍完一套 很厉害 九十集 当然一集是分几钟 但这个效率很厉害 曾被誉为是最美国商 54岁的1994年港姐贵君李耳鸿 已经很多年没有参与幕前演出 但近年他都活跃在社家网 他也从来不介意 以素颜真面目示人 净显他的率真本性 一前李耳鸿就在社家网 贴出了他和老公和儿子在机场的合照 说自己期待已久 终于可以回家乡 素颜兼且凌美颜出镜的他 看起来朴实无话 他又分享了在高级酒店西餐厅吃饭的照片 照片里面的他头发看起来很乱 加上戴上眼镜 善爱味十足 和以前的甜美美样真是两个人 现在变化这么大 另一帮网民看到 都说很难认得出他 盛太麦明斯三月底 与机师老公圣经围 连开了三场婚宴 由围村到游艇会 到草地婚礼 休息完之后 年一来 麦明斯都不断洗版色分享靓相 麦明斯在社家网 分享了最喜欢的一条红裙 木空间无敌高差设计 大晒白滑美腿 几乎看完整个大腿 但有网民就觉得他太夸张 还说真的准备赶到圣诞节 而麦明斯也很高EQ的回应说 没办法啊 很多朋友和宝贝要多谢 他想还要post多一个星期左右 还叫大家忍忍 人称玩具大王 身家至少有453亿的蔡志明 日前公司举行周年晚宴 她的夫人李慧利 儿子蔡嘉赞 和媳妇汪玄远都有份现身 当中以一身红色晚妆现身的李慧利 闪爆全场 加上手上的巨钻霸气十足 妆方极好的她当年来都没走过样子 和媳妇汪玄远似足两姐妹 据知蔡志明是在1967年 在教会认识当时读中学的李慧利 李慧利为蔡志明生了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并且陪她走过创业最艰辛的时候 虽然蔡志明和陈妙英曾经传出过飞聞 更加又指陈妙英之所以能建立 属于自己的美容王国 是受到蔡志明出手相助 但李慧利在00年幼稚园开幕的时候 不单邀请了陈妙英 而且还跟她合照留念 有传李慧利不单无厌护陈妙英 反而十分倚众和信任 还常常将生意交给对方打理 表现十分大方 LOOM9介入新成员 分别组成LOOM9S和LOOM9V 虽然说一对主公香港 一对主公内地 但一直有传 洛华有意飞起三位香港成员 日前陈正峰接受我们访问时 说到仍然未出发去集分 又说团队没了谁都不行 但看来洛华并不是这样想 LOOM9的官方社交平台 昨天宣布集分正式开始 更加上载了三张照片 但完全不见香港的三位成员 只有另外九子 到底香港三子 是不是好像网民所说 被人用完即戏 真是要等下回分解了 59岁的三界无线士帝黎耀祥 近年将重心转移到内地发展 最近他到杭州参观一个龙井茶园 为了配合身后一片茶园 更着想一件浅色塘装试印 全程用上普通话解说 但网民反应两极 有网民觉得黎耀祥表现散眼 读台词好像被迫 还笑话 你如果是被人绑架 斩一下眼 随着有网民帮口说 人家只不过是普通话不是很流利 不过在没有美颜和内镜之下 即将登陆的黎耀祥有很大的眼袋 和不少眼纹 发线亦交以往上而不少 难怪网民叫他多点休息 还说黎叔记得开美颜 张志恒和太太勾然文文文 近年一直跟财君 分辨 离婚等画相等号 但无了他们继续做人 转眼间 大仔天保 五岁生日 Steven上载了多张的慶生相 见他们一家六口 齐齐整整出去吃饭 天保少得燦烂 也有舍下弟弟 Steven和天保玩骑驳马的时候 更加罕有脱下顶帽 竟见压角超高的发线 并有数量甚多的白头发 似乎这几年的经历 令他除了报复之外 也有脱法迹象 有公关支付之称的曾省明 日前和香港早晨的第一代主持 年年73岁的叶特生聚咎 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当日的合照 曾省明还写到说 每次和叶特生碰面都会记得 业大哥的情意相助 事源在1982年底 在毫无条件和经验下 毅然在尖沙咀新世界中心 举办送炭到泰北的图片展览 以及在浸会大专会堂 举办慈善演唱会 当时业大哥已不用辞 拔刀相助 担任大会的思议 更加倾力呼吁善长 想拥药爱心捐款 筹获线款港币超过15万 香港电影《但愿人长久》 举行了首映礼 吴康仁难得和戏中六位女女重聚 讲到拍摄回忆 Angela 远礼林就说 最深印象的是吴康仁为角色不吃东西 当时我拍摄回忆 可能是没有吃东西一段时间 几乎是我们 这部电影很好 就是有排气的环节 香港电影其实我觉得都少见 我自己都不是经验很多 然后先开了一些位置 然后我们完结了都会一起吃大餐 和会打麻将 可能就负责打 他就不吃了 我就觉得很瘋啊 他负责吃 他打麻将也很厉害 他很厉害 我不厉害 他很厉害的地方是 他去到哪里 他的食物会先到 人味道 食物先到 有一天 我常常会先教一些时间 叫一些食物先 有一次就是外卖比我早上 然后就很尴尬 但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开东西又不能吃 你会在你面前发声 也有点尴尬 不会吧 哇 其实都没有 你看 肥了很多 但我今天其实已经in a good shape 因为不可以再肥下去了 我肥了7磅了 我想有 但因为我已经嫁了一个月甜的食物 但是都紧接着工作 本身的大腿真的很恐怖 真的 我真的 我真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